那時候狀況就有點像說 我不管跟男生說話還是跟女生說話 只要被他看到 他就會覺得 我為什麼要跟別人說話 對我來說是非常非常的爆炸 因為我沒有辦法接受不被信任 然後他就是非常非常的疑心病 如果沒有的話 你為什麼剛消毒他死 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兔明郎頻道 我是兔兔 狼 來喔 大家最近 不是最近 最近有沒有分手的經驗 太戳心了 好啦 就是大家分手的經驗是什麼 有沒有拿幾個雷點 往往會讓你想說 差不多該分手了 就像我那種 我想分手的念頭出來 對 我跟你講 這種超多的 我們就來分享我們的人生經驗給大家聽 往往出現這些的時候 我們都覺得 嗯 好像沒有必要繼續走下去喔 一起來看 首先 有一個就是 其實很基本很基本 就是生活沒有交集的時候 會讓我覺得 極度想分手 因為為什麼 我曾經遇到一個人 那個時候的我是 運轉非常快速的 就是我 上午要幹嘛 上午要幹嘛 晚上要幹嘛 每天要行程很慢 而且我很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可是我回到可能宿舍 然後進下來的時候 可能跟對方聯繫的時候 欸那你在幹嘛什麼的 我跟他分享很多 然後他就跟我說 喔我沒有在幹嘛 我就在等你啊 越來越多事之後 你就會覺得 我已經不知道要跟你聊什麼 因為我們沒有 互動 因為他只有等你之後 他沒有做其他的事情 他就沒有辦法跟你分享說 這一段時間他做了什麼 就會覺得你沒有獲得 他就是 空轉 你這樣會覺得沒有交流啦 然後久了久了之後 就會變成 一直在丟東西 一直在丟東西 當然他也有就是 幫助我生活很多啦 可是就是 你會覺得 我們之間好像沒有交流 就會想要轉 好像不需要走下去 這樣子 了解 來第二點 對自我沒有要求 這個我曾經遇到過 所以對自己沒有要求就是 他很甘於現狀 像我就是一個 對我來說我覺得 工作就是在有限時間內 我想要賺更多的錢 就一樣 我工作就是八個小時 我希望這八個小時 可以賺更多的錢 所以我會一直想要 跳槽啊 或是對外來有規劃 只為了可以獲得 更高的薪水 但是那時候我的伴侶 他就是覺得無所謂 他覺得他現在這樣很好 他就是兩個人的方向 好像沒有一樣的那種感覺 因為我一直想說 要 對 這樣就已經讓我覺得 有點痛苦了 更痛苦的是 他希望我不要那麼充 把你拉回來這樣 對 因為他覺得 我這樣會讓他壓力更大 可是我是覺得 你應該要跟著我一起 是不是 緊緊自己 其實兩個人是在往兩個方向走 對 所以分手了 OK 第三點 控制狂開到最大 就是那種GPS 這我遇過 我曾經交過一個男朋友 他真的是讓我畢生有驚嚇到 他會暴怒 就例如說我可能只是從A點移動到B點 例如說我可能只是打工 打工完 我只是去一個地方買一杯飲料 他可能就說你在幹嘛 我在買飲料 所以沒有跟我說 這個太誇張了吧 真的 他就會真悶氣 你那個飲料有不順路嗎 就是你知道有一些是三角形 你為了去一個很遠的點賣飲料 你這個思考我就是錯誤 他是 我不管你是順不順路 去哪裡 你在哪裡你就是要告訴我 可是我就是會一直漏告訴我 因為我覺得這樣很 限縮我的自由 就很常因為GPS的事件 吵架 他有追蹤你的定位嗎 沒有 他只是問說你在幹嘛 只要你講的地點 跟他心理想的地點不一樣 例如說你應該要在 我猜 他會計算 從你工作的地方 到你住宿的地方 距離 車程假設是15分鐘 他大概18分的時候 就問說你在哪 差不多 對 他預設你就是應該在打工的地方 你如果要去別的地方就講一下 我要去買飲料 特別幫 OK 分手 來下一個 疑心病重 不信任對方 這個就很常發生 像我們之前也有人問過我們這個問題說 啊 偷偷不管人啊 有跟男生或女生講話 或是太靠近 不是就有人 我曾經就發生過 那時候我也是跟某一個前女兒在一起 那時候狀況就有點像是 我不管跟男生說話 還是跟女生說話 只要被他看到 他就會覺得 我為什麼要跟別人說話 生活在一個 周章環境都是人的情況下 你怎麼可能不跟別人說話 對啊 而且重點是 我覺得我自己是一個 很有分寸的人 我不是說跟人家講話 一定會就是 卡來吹來 或是講話很曖昧 我就不是這種人 然後他還要這樣懷疑我說 對我來說是非常非常的爆炸 因為我沒有辦法接受 不被信任 然後他就是 非常非常的疑心病 如果沒有的話 你為什麼當笑得很開心 我怎麼被微微中槍 我曾經在夢裡夢到一個類似的 不是 我起來就打他 不是我的意思是說 你有時候笑 笑得開心這件事情本來就很奇怪的 因為你又不可能就是 別人真的幫了你一個什麼忙 你總是會謝謝什麼的 你又不可能說 喔謝謝你幫他 假如說我對你很了解的時候 其實我知道 當你笑得這麼開心的去感謝人家 其實是一個 比善往來啦 能夠辨別是基本的 懂一個人情世故的話 對不對 對你不能讓我都不對別人笑 然後臉就已經夠臭了 然後臉就不對別人笑 他就是這樣 然後他就在野心病中的自己劈腿 分手 來下一個喔 對未來沒有共識 就我曾經交過任 就是我覺得各方面都還蠻合適的 可是 只要讓我覺得沒有未來 只要讓我覺得沒有未來 我最終就會分手 你是說 你想結婚他不想結婚這一種嗎 沒有討論到結不結 欸有耶 其實有兩個算蠻合適的 但是我都覺得 就是沒有未來 內心有一個聲音一直告訴你說 你們沒有未來 你們沒有未來 就會一直很看單 然後 只要有任何機會讓兩個人走遠 我就會讓他走遠 你可以理解嗎 我可以理解 對 因為這種沒有未來到底是什麼感覺 老師你可以幫我解釋一下 這個聲音是為什麼會從這裡跑出來的 就是你對事情的看法不太一樣 兩個人一起想要前進的地方 目的地不同 其實你很熟悉對方 你也知道對方最後會選擇 哪一些方向 會是怎麼樣 然後最後是怎麼樣 內心那個聲音就會跑出來 重點我覺得就是 對方未來有沒有你 對 只要對方未來有你 這是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 而你是 唯一一個決定要娶我的人 對對對 我把你放在我未來的規劃裡面 美花姐都說 蛤你確定嗎 不能退我 真的你確定嗎 現在已經不能退了 下一個下一個 自我中心意識過剛 自服 我自己也遇過一個 就是某前任 他也是就是對自己 自我感覺極度良好 他覺得自己就是超有魅力 就像個Superstar一樣 讓我非常非常的 不知道他的自信哪裡來的 甚至到讓我覺得就是 欸他好像沒有照過鏡子 但是我又不好意思直接跟他講 但是這件事情影響到 我們的狀況 就會是有點像是說 如果我們一起出去 別人只注意到我沒有注意到他 他就會不爽我 蛤 我搶他的光嗎 蛤 他很在乎SPA-LINE 到底在誰的身上 而且他覺得自己就是擁有SPA-LINE的人 好真的注意到你 那他會怎樣 他就會生本器啊 然後這整天自己結束之後 剩我們兩個的時候就說 為什麼他都只對你好 為什麼他只注意到你 然後把我掉在旁邊 我想說 別人的行為不是我的控制吧 就是覺得自己很有魅力 我不知道怎麼講 那我覺得自己舞台魅力很強 任何有舞台的 他都想要去表演 其實 有我們有一群人去唱歌 他唱歌真的蠻好聽的 那你這樣講一講他好像蠻值得自裂 可是我其實想要提一件事情 這種人的存在是一定有的 就是在生活中 只是這個人他在找對象的時候 你就是要找一個綠葉 不要找也會搶你的鋒芒的人 我跟你說 這種人的矛盾點是什麼 如果你不夠優秀 他又感覺不像 配不像我 他會一直重複在這個回圈裡面 對 所以我覺得很痛苦 就是這樣也不是那樣也不是 所以最後就分手了 你們是不是都遇過 你怎麼了 我會保修 哦好好好 如果你是的話 你可以考慮找找看有沒有綠葉 也是有很亮眼的綠葉啊 假期 價值觀差很多 價值觀就是 有價值觀啊 金錢觀啊 道德觀啊 這其實蠻多的耶 就是你對於做事情的方式 或是你對於一件事情的理解不同 就很容易吵架 但是一堆人吵架都是因為 想法不一樣 有些人覺得很重要 有些人覺得沒什麼 然後沒什麼覺得不懂你在氣什麼 就完全不懂你在在戶上 對他來說是沒什麼 然後另外一個人就覺得 明明這件事情就很重要 這顯然就是價值觀不同啊 其實我後來有覺得 三關真的是 人跟人在一起最重要的事情 我不是說外表不重要 外表可能是第一件事情 但兩個人的感情基礎就是三關 因為只要三關 互相頻率是對的 你們幾乎就有 一個很完美的基底 你們有很高機率不會吵架 不會為了小事吵架 對 就像我曾經有一個前男友 讓我發火到 李志堅就 一秒就斷了 我很自責 我想說我為什麼要這麼生氣 後來我就發現 其實是因為三關沒有很合 你沒有辦法理解 對方的思路為什麼是如此 他就是走路的時候 他就自己走到前面 不會就是幫我開門 或怎麼樣 我就對他暴怒 等一下我不是 我也不是說我是公主 公主要解掉 他那種走到前面是 不會顧他旁邊那一個人 我們suppose是一個 你知道兩個人應該至少要走在一起 他就這樣 前後走 都會意思嗎 我也不是說他一定要幫我開門 可是他就是 門就是他自己開 然後就讓他彈回來 對 然後你們兩個不是走在一起的人類 這種感覺 然後我就會很生氣這樣子 可是是很小的事情 可是就是 有小關大 腦迴路不同 另外一種就是金錢關 我遇過比較多是金錢關 因為像我就是會覺得 喔我吃東西 就想吃我想吃的 我也不會說吃很貴 比如說500塊的燉飯好了 那時候我也不會每餐吃500 但是我偶爾約會的時候就想吃500塊 可是對方因為 不上進 賺的錢就是 他覺得那樣也OK 但其實是不OK 很顯然就是不夠用 就在你認知裡面 你覺得對方不夠上進這樣 其實是錢不夠用了 碰碟 對他已經碰碟了 然後他最後只會要求我說 那可不可以不要吃牛鬼的 可是我其實也沒有用他付錢 甚至會挑那種 有低價會到高價位 然後我覺得這就是各自選 然後大家都是 各副格 我一直寫啊 都是AA制的 就是各副格 也沒有是對分 然後他看到我吃好的 不平衡的感覺就上來了 這種感覺會讓我覺得很痛 像我們那時候認識的時候賺的錢 其實差不多 我們一起去吃的東西或是什麼 這規矩怎麼樣 對 我們都是可負擔的 而且是輕鬆的情況下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自在 如果說有個人吃得很痛苦的話 我會覺得 裝飾不好吃 很喜歡 最後一個 單方面要求對方付出 你要講我啊 單方面要求對方付出 這個我自己就沒遇過了 但比較多的例子就是 公主病跟王子 講到這點的時候 我怕我才是那個要被檢討的人 還是默默退出好了 你不會要求我 我覺得差別是你不會要我 可是我覺得我心機很重 我會引誘你 讓你去做那些事情 沒有有些不做我就是不做啊 蟑螂這種東西不是你逼我打 我就會去打 頭髮不是你逼我撿我就會去撿的 但諸多事情我都會引誘你已經做完了 你那種狀況比較不一樣 就是你沒有特別要求我 就算我今天跟你說我不要 你也會在那邊很可憐 我自己去做那你就把它做完 就是你也是可以做的 只是你有時候會想要撒嬌 希望我可以幫你做 或者陪你做 另外一種是真的很有病的 好像腳斷掉踩到地板會少一塊肉啊 能不走路就不走路啊 一定要搭車啊 然後摩車還不行 還要要求汽車 其實這種狀況其實是要擬勤我願 就只要能夠達到擬勤我願的話 其實是可以的 可是如果說配合不上或什麼的話 不單感就會出現 真的變單方面付出 而且我覺得就是受惠方 也要懂得感謝 就是這一切不是應該的 很多人就覺得太應該 然後你沒做就覺得你好像怎麼樣 可是標配的話我覺得那個就不太好 以上雷點 大家有遇過哪幾個嗎 或是大家有想分享什麼 請在下面提出囉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說拜拜 說拜拜就醒過來 還是說拜拜 還是說拜拜